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以作品位容,以实力说话,赢得尊重的耀眼明星。 近日,杨子在微博上分享了一组日常照片,立刻引来了众多粉丝和网友的关注。 照片中的她,妆容甜美,一身舒适的穿搭,展现出了她的灵动与美丽。 尤其是那款鸡毛丸子头,更是成为了亮点,让她展现出了一种凌乱的美感。 作为童星出道的杨子,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她的演技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肯定,成功巩固了自己顶流的地位。 在这个颜值和流量至上的娱乐圈,杨子用实力证明了一名演员应该用作品说话,而不是靠颜值和流量。 杨子的成功并非偶然。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成功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 不仅如此,她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尤其是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相思》中,她的表现更是备受瞩目。 观众们对她的表演赞不绝口,认为她成功地将角色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作为一名演员,杨子始终坚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她不断挑战自己,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 这种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不仅让她在演技上获得了更多的经验, 也让她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加丰富和立体。 杨子的走红并非一蹴而就。 她通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演员, 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实力。 而只有用作品来说话,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赢得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我们期待更多的演员能够像杨子一样, 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演员在舞台上闪耀。 总之,杨子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一名演员的价值和意义。 她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和迷人的气质, 更有着扎实的演技和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这种勇于追求梦想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借鉴。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未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吧! 肖战双领域斩获荣誉大奖 还入选世界50大名人榜,内余唯一。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捷报频传, 其中肖战在实力和热度双领域都斩获荣誉大奖, 肖战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实力, 热度俱佳的好演员, 同时得到这份荣誉的还有王一博和诚意, 都是娱乐圈里炙手可热,人气当红的实力派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还成功入选了世界50大名人榜, 可以说是内余唯一,取得这样的荣誉,肖战实至名归。 据悉,肖战凭借主演的《娇阳伴我梦中的那片海》等多部经典之作, 得到了非常广泛的高度认可, 都被打上了有口皆碑的标签, 另外肖战还在实力和热度双领域斩获荣誉大奖, 成为当仁不让的最受欢迎实力派,热度男演员。 这就是肖战火热发展状态的印证, 更不用说外媒评选了世界50大名人榜, 肖战内余唯一上榜, 足以说明肖战强大的个人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送祝福, 就是喜欢看到肖战如此火热的发展状态, 也很喜欢看到肖战获奖, 肖战配得上这些荣誉。 话又说过来, 随着肖战演绎事业越来越洪祸, 会遭来一些恶意妒忌, 甚至有人一直都在给肖战制造麻烦, 没有关系, 问心无愧的肖战, 注定无所畏惧。 总之恭喜肖战,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未来的路很长, 继续不忘初心, 坚定脚步, 勇意前行。 还是那句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信任肖战, 坚定站在肖战身边。 肖战非常棒, 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肖战, 王一博等明星助力杭州亚运会, 共同畅想美好未来。 亲爱的粉丝们,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场盛大的体育盛宴吧。 近日, 杭州亚运会的演员阵容和相关活动安排已经公布, 其中包括了我们喜爱的肖战, 王一博, 罗云熙, 谭剑刺等多位人气明星。 他们将在这次亚运会上, 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角色和任务吧。 首先, 我们要恭喜肖战成为杭州亚运会的慈善梦想大使, 他还将献唱本届亚运会的慈善歌曲《我们都将奔赴美好的未来》。 这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 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期许和信心。 相信肖战的清情演绎一定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王一博, 他被任命为中国滑板大使, 并将演唱本届亚运会的火炬传递主题取燃。 这首歌曲充满活力, 展现了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 王一博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 他的加盟无疑为本次亚运会增色不少。 除了以上两位明星外, 罗云熙和谭剑自也将参与到本次亚运会的各项活动中。 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视觉体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吧! 此次杭州亚运会的筹备工作可谓是精心准备, 激情举办。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众多明星的助阵下, 这场亚洲体育盛宴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盛大的体育狂欢, 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 为我们的国家争光天才。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